牺牲自己的幸福啊 自从杨家失忆以后 他对天明特别地依赖 他现在如果没有天明的话 就真的活不下去了 那天的天明老了分钱啊 如果不是天明动作快 杨家就真的割腕自杀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 我跟天明一辈子良心 都会不安的 这是道德绑架 谁也没有权利 用这样的道德制高点 去占领别人的幸福 二姐 我去劝劝杨家姐吧 算了 他早就把你给忘了 对于他来说啊 你现在就是一个 陌生的小屁孩 他能听你的劝课 乐乐 想什么呢 二姐 说实话 我觉得天明哥的怀疑 也不是没有道理 家姐的失忆 可能真的是装出来的 你为什么也会这么说啊 我也说不清楚 要不我去试试吧 只要他是假装的 就一定逃不过我的眼睛 你能行 不是怎么知道呢 那好吧 喂 杨总 有个叫安乐的想见你 她说她是你的干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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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什么干妹妹 我知道了 对不起 打扰杨总了 你这个小姑娘 你看看 你说你撒了什么谎 害得我眼儿也骂了 我们杨总说了 她根本就不认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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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走吧 你别再牵着我了 你别再牵着我了 那走吧 那走吧 还是请 来 你怎么会有这些照片 这是我二妹 安宁的女儿 她叫安毅 你看 多可爱 安宁是你二妹 是啊 你说安逸是她的女儿 对啊 怎么了 你以前只跟我提过说 你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 叫安乐 可是你没有提过 安宁是你的妹妹啊 安乐是我的三妹 她和我同父不同母 而安宁才是我 同父同母的亲妹妹 安宁曾经在盛世工作 她的履历表我也看过 她没结婚哪来的女儿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没向你提过她 她父亲是谁 她叫许墨轩 三年前已经出国了 可是这匿名信上说 安逸是你的女儿 这也太可笑了吧 大文 这摆明是有人 在挑拨离间啊 而且我觉得 嫌疑明信的这个人 就是宋刘 她这是在报复我 孩子的生父许墨轩 她和石天明 还是放小的 大文 你阅人无数 不会被 宋阳这点小技量 迷惑到了吧 好 如果你不相信啊 咱们就三人对峙 好吗 她那你是真不相信 好 我现在就打电话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小妮 我也是没办法了 才硬着头皮来找你的 我现在还没有嫁给蒋达文 只是她的女朋友 我怎么能让她知道 有安逸的存在的 小妮 你就再帮我一次吧 我 小妮 我知道 以前啊 都是我对不起你 可你也替我想一下啊 我受了那么多的苦 如今 终于苦尽甘来了 看到了一丝丝希望 难道你就真的忍心 把我这最后一点希望 也不留给我吗 如果你真的把真相 告诉蒋达文了 那我和他就真的完了 你真的眼睁睁地 忍心看着姐姐 被第三次抛弃吗 姐姐 你这是干嘛 你快起来 安逸一会儿进来 撞你肯怎么办啊 小妮 我的幸福马上就要到手了 如果这个事儿出什么叉子 我就一无所有了 我求求你了 姐 你快起 你先起来 好吗 我不起来 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话 我就跪在这儿 永远都不起来 小妮 好 我答应你 真的 从过去到现在 你拜托我的每件事情 谢谢 我有没有办到的吗 妹妹 谢谢 紧紧起来吧 还叫着小妮 我还给你带了件礼物 你的那本相册 被漏了瘦了 我又重新帮你扫描了一份 姐 没想到 你一直留着这些照片 还保存得这么好 我以前啊 租房子 后来买房子 卖房子 又再租房子 搬过很多次家 每搬一次啊 我就扔掉许多东西 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可只有这个 我人在哪儿 她就在哪儿 姐 小妮 我知道我们姐妹俩之间 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了 以前 我们也曾经互相埋怨 说过很多彼此伤害的话 可不管是怎么变化 你永远都是我的亲妹妹 我也永远都是你的亲姐姐 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血缘关系 姐 我有礼物要送给你 你还留着这个 你还留着这个 我还把它给修好了吗 现在无辜远逐 妹妹 谢谢你 姐姐对不起你 我这些年 我实在亏欠你的态度 我实在亏欠你的态度 姐 别这么说 我们两个 永远都是最亲最亲的姐妹 我还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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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些年